大家好,我是台灣阿顯 在agmascript 6 裡面 它提供了比較正式的類別定義方法 但其實它下面的屬性、方法 還有屬性查詢列的結構 跟agmascript 5 是一樣 它只是語法不一樣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上次定義好的類別 用agmascript 6 來改寫 然後不要破壞它的功能 首先看到 Memmo 這個類別 在agmascript 6 裡面 它定義的方法是這樣子 它是用 class 這個關節字 然後 memo 留著 裡面給它一個 constructor 我們原本拿的是一個 name 來當作參數 在 constructor 裡面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原本 這個屬性的定義 這樣子 那這個 eat 吃 這是 memo 補主類 這個類別的一個方法 那在agmascript 6 裡面呢 我們這樣定義 這樣子 然後 把它剪下來這裡貼上 這裡就可以不要了 好 好 就這樣 右邊存檔 到左邊跑看看 前面 memo 的部分 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我們開始來照顧 human 人類 這個類別 那 一樣 我們要用 class 這個關鍵字 那因為它是繼承 memo 補入類而來 所以 我們要 extend 這個關鍵字 它繼承了 memo 那同樣的我們必須給它一個 constructor 這 constructor它也是一樣拿了一個參數 叫 name 它做的事情呢 它沒有做什麼獨特的事情 它只是把 memo 的 constructor再做一遍 那這個時候我們用的是 super 這個關鍵字 然後把 name 這個參數 傳進去 那 super 這裡它其實就是呼叫 memo 的 constructor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要了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要了 好 然後 然後 prototype 這個也不用了 因為我們已經用了 extend 這個也不用了 我們並沒有另外定義它的屬性 也沒有另外定義它的方法 也沒有另外定義它的方法 這樣應該就夠了 存檔 到左邊跑看看 好 我們現在看到 human a new human object age 這裡沒有問題 那 human也可以吃 沒有問題 現在 我們開始來照顧 dog 的部分 那 dog 一樣 用 class 這個extend 就是延伸的意思 那它從 一樣也是從 memo 哺乳類延伸而來 constructor 一樣拿一個參數叫 name 好 這裡 這邊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對於 dog 這個類別 我們定義了一個新的屬性 叫做 tail length 那 但除此之外 我也要 memo 的所有屬性 所以我必須要互叫 super 那我現在 我故意把 super 放在 this 之後 這樣做 先存檔 好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這邊 那現在這個 prototype 地方也不用 因為我們用了 extent 好 bark 這是一個它的新的方法 我定義在這個 class 裡面 然後 然後把這裡面的事情 剪下來 來這裡貼上 好 然後 就這樣子 那 我希望大家特別注意到這裡 我 super 是在 this 點 tail length 之後 好 右邊存檔到左邊跑一下 左邊它跟我說 this is not defined 第45行 45行在這裡 因為我們繼承了 memo 但是我們在這 constructor 裡面呢 我們還沒有呼叫 memo 的 constructor 那這時候用 this 是不被允許的 那這時候用 this 是不被允許的 我們這個 super 一定要在 this 的上面 這一行剪下來 到這裡 到這裡 喔 這幹什麼 這樣 把它移到 this 的上面 右邊存檔 左邊 重新泡一次 那現在 a new dog object d d eating from memo's prototype 這邊 然後 d barking from dog's prototype 在這裡 其實 我應該要把這個 bar 改成 let 不過沒有什麼關係 改成 let 好 存檔 這樣子 所有的功能都還在 那右邊就被我們改 改寫成 agma script 6 那這集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集見